每天了解一个繁华城市 河南三门峡 三门峡市别称陕州天鹅之城上阳城 是河南省峡地级市 是连接玉境陕三行 北上南下西近东出的区域交通枢纽城市 同时养韶文化 道家文化和国国文化都发源于此 全市旅游资源丰富 有国国博物馆 养韶文化博物馆景区 天鹅湖湿地公园景区 黄河公园景区等景点 黄河文化 养韶文化 脑子文化 国国文化 民俗文化 交相辉印 总之三门峡市一处文化 领域深厚 旅游资源丰富的交通枢纽城市 三门峡位于玉境陕三行 交界黄河南金三角地区 地貌以山地丘陵和黄土园为主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行 半干旱气候 总面积9935平方千米 截至2022年末 三门峡市常住人口 203.7万人 截至2023年3月 全市峡两个区两个县 代管两个县级市 1986年三门峡市升为地级市 相传大禹治水灰神府 将高山劈成人门 神门鬼门三道峡谷 隐黄河之水滔滔东去 三门峡由此得名 全市旅游资源丰富 有国国博物馆 养韶文化博物馆景区 天鹅湖湿地公园景区 黄河公园景区等景点 黄河文化 养韶文化 老子文化 国国文化 民俗文化 交相辉映 2022年 三门峡市地区生产总值 1676.37亿元 比上年增长4.6% 此外 三门峡还有两所大学 七家博物馆 众多图书馆和旅游景点 包括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三门峡国国博物馆 养韶文化博物馆 养韶文化遗址三门峡顾天井博物院 国国车马坑三门峡博物馆 三门峡庙庭沟国博物馆等 三门峡图书馆 三门峡市陕州区图书馆 三门峡湖湖冰区公共图书馆 三门峡湖湖湖冰区公共图书馆 临保市图书馆 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养韶村文化遗址 国国博物馆等 距今六千年前就出现了较大的士族部落 约在前21世纪到13世纪 这里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 西州时属郊国博国 春秋先属国 后属进 战国时分属韩旗魏清 属三川郡 三国属魏国恒蒙郡 进属思州恒蒙郡 北魏至陕州后一直延续至仁清 民国时期 先属玉西道河洛道 后改为河南省第十一行政督场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曾设陕州专员工程 1957年3月 国务院批准设立三门辖市 归河南省直接管辖 1961年三门辖市 由地级市降为县级市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三门辖市 重新升为地级市 截至2023年3月 三门辖市 辖两个区 两个县 代管两个县级市 三门辖市是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地级市 该市的经济主要以工业和农业为支柱 工业方面 三门辖市以铝业为主要产业 拥有较大的铝资源储量和铝加工企业 是中国重要的铝产区之一 此外 该市还有化工电力建材等工业工 不断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农业方面 三门辖市的农业 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 主要农产品包括水稻 小麦 玉米 棉花等粮食作物 以及猪牛羊等续产品 农业发展侧重资源优势 如梅田农业 原坪盆地 汉座农业等 此外 三门辖市还积极发展与农业 以托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遗产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市政府也致力于提升旅行 服务质量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总体来说三门辖市的 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 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门辖的著名旅游景点介绍 亚武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位于河南省西部 是该省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风景 龙盛区之一 以其丰富的自然景观 霍秀美的山水风光著称 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在东西城区之间 拥有独特的生态价值 尤其以冬季 吸引大量白天鹅来此 七夕月东南文明 为三门辖赢得了天鹅之城的美誉 三门辖国国博物馆展示 古代国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 收藏有大量国国贵族墓葬出土的 珍贵文物 韩湖关是古代著名的军事要塞和交通咽喉 与道德经的诞生地紧密相连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黄河丹峡风景区是其峡谷地方 黄河水体景观及红色沙影 地质已基于一体的旅游景观 此处的自然景色十分壮丽独特 你一定不要错误 你是否已经厌倦了寻常的旅行路线 是否渴望寻找一些隐藏在城市角落的独特美食 那么欢迎你来到河南三门辖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 还有令人垂涎的特色美食 三门辖镇鸡是该地的传统名菜之一 选用当地的土鸡经过独特的烹制方式 鸡肉鲜嫩多汁 口感十分好 杂灰鱼这道菜也合鱼为主要文热 口味鲜美汤汁丰富 烹制时加入多种调料和蔬菜色香味俱佳 三门辖汤面是当地的传统特色面食之一 这种面条煮熟后放入热汤中 配以各种蔬菜肉片的味道鲜美 三门辖的肉夹馍外皮金黄酥脆 那里面很白嫩 配上顿煮的恰到好处的肉块 一口咬下肉汁四语唯一味无穷 除了肉夹馍还有豆花泡馍 羊肉汤等美食也值得一试 惠面是一种以面条 肉类蔬菜等为主要食材的汤味美食 三门辖的惠面面条筋道有弹性 汤底鲜美浓郁 再加上丰富的配菜让人为味不穷 三门辖的奇闻群是介绍 三门辖是位于龙海铁路和金黄铁路的交汇处 因此被称为铁路中心 市区内还有一座独特的大型火车模型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赏 三门辖市是中国的电力城市 被誉为中国电力之都 该市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 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发电基地之一 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 三门辖市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冠线豆腐文化 冠线豆腐是该地的传统名产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制作工艺 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阅历万千史 持续观看